又一位女星罹患绝症。她是港台第一美女,貌美如花,无奈被确诊脑癌,曾遭人唾弃的她如今变这样。 大家好,我是iFunny,趣味新闻小编Karen。今天要来说说关于又一位女星罹患绝症。她是港台第一美女,貌美如花,无奈被确诊脑癌,曾遭人唾弃的她如今竟变这样。 得是。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有多了解呢?一起来看看吧。 大家还记得七八十年代港片盛况空前的时候,总和刘德华、李连杰、周润发大戏的圆脸美人吗? 圈中人都爱叫她陶瓷美人,没错,她就是关芝林。 关芝林最让人们印象深刻的是她在李连杰主演的《黄飞红》系列电影中扮演的十三姨一角。 十三姨在关芝林的诠释下十分的动人,可以说是魅力四射,所以粉丝们又亲切地称她为十三姨。 由于岁月的刘氏观之林已经很久不到观众面前了,今天小编跟大家提起她,不是说她出了什么新作品,而是她不幸地被确诊为脑癌。 要知道什么病一旦和癌粘上边,就意味着她的严重性。 脑癌又叫颅内肿瘤,其病因至今不明,小编不禁为这位陶瓷美人捏底把汗。 平常人们看惯了明星们光鲜的一面,实际上他们也有不容易的一面。 他们也会因为工作劳累过度,对自身健康造成严重损害,就像前不久刘德华在泰国拍戏坠马受伤,牵动了好多粉丝的心。 每一个行业都不容易。 近些年年纪轻轻就离我们远去的明星太多了,比如歌手姚贝娜在2015年1月15日22点05分。 如果她现在活着肯定星土璀璨吧!情深深与蒙蒙里的芳于。 2009年3月14日,李玉因临巴癌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,33岁。大姐梅艳芳。 2003年12月30日,梅艳芳因患子空颈癌医治无效病逝,刚满40岁。 梅艳芳是香港著名的歌手和演员,电影代表作是《胭脂扣》,由港台影后支撑。 小编真的不想再举例子了,这些女星她们都在黄金的年纪突然离世,很让观众惋惜。 祝福陶瓷美人关芝林快点好起来,然后再让我们看到她结婚的样子。老天保佑。 说到当年香港第一美女关芝林,其美貌确实曾经名动天下,但却很少有人能相信,就是这样一个绝世美人,竟然是肖三专业户和棒大款专业户。 而最出名的莫过于高尔夫事件像当年,关芝林午夜去圣玛丽医院从下体,取出两个高尔夫球已经让人觉得变态,可是她也赚了两千万港币啊,一个一千万。 凭那两千多万,关芝林可以养黄加诺。 你可以问她那庄豪宅的事情,也可以问她和刘鸾雄的关系,她都会平平静静地说,像说就是一般,痛痒都割了藏皮。 但是,不管什么时候,只要你拿这条新闻去问关芝林,她必定脸色大变。 心中之惨痛屈辱,想必是莫可名状的。有人说是捉球,也有人还有香蕉与茄子。 据说当时关羽晴唱大亨刘鸾雄打得火热,因为这两千多万才这样的。 更有人说是被人陷害不得已而为之,但苍蝇不丁无缝之弹。 关芝林虽然没弹也做了太多人的小三了。 与其说是演员更摆脱不了戏子命运,被富商玩弄抛弃。 如今的关芝林,已经54岁了,纵观她的感情史,一生都在狗血的家庭伦理剧里波折住。 20岁时,不顾家人反对执意和李自己带16岁的富商王国金结婚,不到半年两人就分报扬镳。 23岁时,介入富豪马青韦与陈美琪之间的婚姻,致时已扮演白蛇转李的青蛇而在内地,被惯为人知的陈美琪小产终生不孕。 30岁时,她又成为刘鸾雄的后宫之一,和李嘉欣一争高下,还有了著名的高尔夫球事件,感兴趣的可以搜一搜。 45岁时,开始和台湾百亿富商陈泰鸣交往,当时陈泰鸣也是有富之夫,两年后才正式离婚,而关芝林始终相伴左右。 一个女人爱钱,她目须如可以理解,如果成为破坏别人的小三就要遭人唾弃了,而如今未婚她也已经年过中旬,依然单身。 年过中旬的她,少了许多青春与经历更多的是看透了人情冷暖,毕竟娱乐圈就是大眼纲,没背景被实力女演员也只能这样来获得满足。 看完后是不是觉得Karen小编在iFunny趣味新闻分享的风娱乐文章很好呢? 想看更多好文,或是喜欢iFunny趣味新闻的文章的话,可以按赞追踪娱乐与剧并分享这篇又一位女性罹患绝症。 她是港台第一美女,貌美如花,无奈被确认脑癌,曾遭人唾弃的她如今竟变这样。 出去给大家一起看看哦。